《启示录》的研究《尼托生》第一篇《荣耀基督的意乡》,一章一至二十节,一,引言,一章一至三节,这一段有几件事要注意,一,这启示的意义,二,这启示经过的手续,三,这启示的紧要,一,这启示的意义耶稣基督的启示, 其一,启示与末世有分别,启示是将目掀开给人看,末世乃是在人里面引导,耶稣基督的启示,这话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耶稣基督亲自掀开关于将来必成的事给我们看,就是这卷书所记载的,二,这卷书也是启示耶稣基督的自己,就是启示他自己将来要如何得胜,得荣并作王, 二,这启示经过的手续,一,神赐给他,基督,一,这里给我们看见宇宙中的次序,神是最高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临后五十八,由此,我们也看见主虽高升到天上,还是守住奴仆的地位, 他在地上如何,约五十九至二十,十二四十九至五十,可十三三十二,他在天上仍如何,他没有因得荣耀,就不肯守住地位,这与天使掌撒旦有何等的不同呢? 结二八十一至十九,二,他就差遣使者,其一一,使者就是天使,圣经的著作多半是经过天使的手的,图七五十三,来二二,因天使是服役的灵,来一十四,三,由使者小玉他的仆人约翰,其一一, 小玉一级指明,原文有表演义,四,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二,约翰就将所得的启示记录下来,传给了我们,他所得的,乃是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三,这启示的紧要,一,所启示的是必要快成的事,一, 必要是不可改变的,快成是不可延迟的,可是我们太忽略,太担言这事了,二,是指示他的众仆人的,一,说出这几事,不是光乎几个人,乃是众仆人,仆人原文是奴隶,我们都是主的奴隶,因为主已用他的宝血买了我们,临前六二诗,三, 是应许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其一三 本书二十二章七节亦有相同的应许,但那里没有念和听二字,因为到了二十二章,个人都已听过,也念过了,所以最紧要的乃是遵守,因为日期尽了 三,日期就是主再来的日子,这日期一到,就关系到各方面,十一十五至十八,不过这里主要是指信徒蒙福一面的,既然日期尽了,为何至今还未见来呢? 乃因主是宽容世人的,笔后三八,九,同时也是因信徒还未预备好,以至日期尚末来到 然而,现今教会与世界的情形都一再告诉我们,日期尽了 二,问安与祝福,一章四至五节上半 一章四节,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 对亚西亚的七个教会,虽各有其书信,但约翰同时也是将本书全部寄给在亚西亚的七个教会 七是个完全的数目,七教会就是众教会,所以与我们也有关 约翰所用问安的话,与保罗所用问安的话是相同的,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五,临前一散 不过,这里所用三一神的名与别的书信不同 一,但愿从那西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是论到神的名 他是今在,西在,将来永在的,永不改变的 万事万物都在底前,世界也在改变,但神永不改变,所以恩惠平安也永不改变 二,和他宝座前的七灵 其一四,七灵非指圣灵有七位 福四四,乃指圣灵有各样的工作而言 其四五,五六 三,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 一五五 这是说到,主在世的工作,得胜,并将来所要得的荣耀 我们有这样一位三而一的神,他能赐给我们恩惠平安 三,欢呼,一章五节下半至七节 约翰写到这里,就不禁赞美起来 约翰赞美的原因乃是他爱我们 基督的爱有两方面 一,过去的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二,现在所经历即将来使完全应验的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或一座君王,做他父神的祭司 我们思念极此,真要和约翰同说 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六 约翰想到所得的爱,就不禁赞美起来 但同时想到,基督再来时,世人的光景,就发出警告的话 如七节所说,看啊,这是叫我们注意的意思 他驾云降临,主如何驾云升天,也要驾云再临 这与行传一章九至十一节所言正相合 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 这话是真实的 阿们 这话又与马太二十四章三十节相合 四 神的见证 一章八节 神在这里见证自己 一,是永不改变的 二,是全能的 其目的是要我们在苦难中完全依靠他 五 约翰自述那时自身的光景 一章九至十节上半 一 约翰的自身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 国度 忍耐里 一同有分 九 约翰虽见这么大的异象 仍称自己为我们的弟兄 这是何等谦卑 那时 他是在患难之中 但他不止说患难 也说国度 因为要进国度 就必须经患难 图十四二十六 我们既有国度的盼望 就要忍耐 这忍耐也是忍耐等候国度的意思 一同有分一指 这国度大家有分 既有分于国度 就也当有分于患难于忍耐 二 约翰的环境为神的道 并未给耶稣做的见证 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 其一九 那时他是为到寿逼 被放逐到此的 当时他虽孤单 四面无路可通 然主却与他同在 天上的门 却为他大开 他并且得了新启示 所以患难是我们的大福文 三 看异象的十日 主日 十 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也有人说是主的日子 即耶和华的大日 四 看异象者的心灵 我被圣灵感动 十 应异作我在灵中 此时约翰身虽受苦 灵却顶刚强活泼 路 荣耀基督的异象 一张诗节下半指 十六节 一 所闻的有大声音如吹号 十 号是召集人用的 此时主特别呼召约翰 要他写信给七个教会 这七个教会 是当时实在有的 主特选这七个教会 为历代教会的预表 从使徒后到主 再来时教会的情形 都由这七个教会所代表 二 所见的 一 七个金灯台 十二 即七教会 二十 金灯台是教会在神面前的看法 也是属灵方面应有的实际 就是能为主发光 照亮这黑暗的世界 但灯台本身不会发光 需充满油才可 故教会要充满圣灵 二 一位好像人子 十三 人子在灯台中 见察教会 二 一 这位人子的形状如何呢 好像人子 可见与他在事实是有不同的 不过是好像而已 自录他的形状如下 身穿长衣 直垂到脚 一十三 是表明主的荣耀 己主 为降生前的荣耀 塞六一 主如今已恢复他从前的荣耀 这衣服不但表明主自己得原有荣耀 也是表明他为祭司 主现今是我们的大祭司 来八一 胸肩竖着金带 其一十三 表明他是公义信实的 塞十一五 同时 他的头与发皆白 如白羊毛 如雪 其一十四就是满有荣耀 真十六三十一 二十二十九和圣洁 但七九的意思 眼目如同火焰 其一十四 火是试验用的 比前一期能使好坏显露出来 主目如火一集 无论什么精主的眼一看 好坏立即显明 临前三章十三节的火 就是主眼目的火 当我们站在基督审判台前时 主是用火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所以临前四章五节的意思 也与此相合 那里说 事后未到 什么都不要论断 只等主来 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 显明人心的意念 脚好像在炉中 瞎练光明的铜 其一十五 脚是行走的 而铜在圣经中是预表审判 铜脚走到何处 审判也到何处 主的脚现金是在教会中 所以主现在要先审判教会 笔前四十七 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 齐十五 一集他的声音满有威严和能力 十二九四是人所抵挡不住的 他右手拿着七星 齐十六 星乃教会的使者 七星就是七教会的使者 二十 这是说 使者在主手中为主使用 管理并保护 从他口中出来的一把两刃的利剑 十六 这剑将用以对付教会 二十六 与世人 十九十五至二十一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一十六 主在变化山上 也曾如此显现 太十七二 变化山式预表国度 主在国度里是非常荣耀的 七 主的委任 一章十七至二十节 主每次向人显现都有他的委任 这次的显现也是如此 我一看见 就扑倒在他脚前 像死了一样 七十七上 因基督的荣耀 约翰看了 便如死了一样 不但约翰如此 以赛亚 赛六一至五 约伯 伯斯二五至六 但一里 但十八 和保罗 图九一至四 也都是如此 约翰不但是个得救的人 也是一位与主顶亲密的人 当他看见荣耀的主 尚且扑倒 像死了一样 如果让一个未得救的人 或得救 而仍属肉体的人 看见了主 真是不知要如何了 所以圣经说 属肉体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国 加五十九至二十一 未重生的人 不能看见神的国 约三三 真是有意思 因为一个属肉体 污秽的人 实在不配看见荣耀的主 将来基督再来 那时的荣耀 比现经更大 无怪乎有许多人 要怕到魂不附体 像珊瑚球遮藏了 起六十六 一章十七节中 他用右手按着我说 不要惧怕 哦 这是何等慈爱 他虽在荣耀中 然而他的爱 并没有减少 将来的荣耀 如果没有用爱调和 就与我们也不见得 有多大好处 哦 他在世上曾用他的手 按过许多病人 曾用他的话 安慰许多伤心的人 他现在仍如此做 他的手与他的话 不只是为着安慰 也是为着加增约翰的能力 我们参看 但以理八章十七至十八节 十章九至十节 十八至十九节 便知道这个意思了 手是使他有力量 画是使他觉得有力量 因为当约翰知道主的 爱仍是与从前一样时 惧怕就自然除去 力量就油然而生了 一章十七节下至十八节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又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在这里 我们看见主用两个方法 显示他自己 一 用他的荣耀 这个是约翰一看便知的 二 用他的话 这是属灵的 是约翰的眼所不能见的 所以要用话来启示他自己 由他的话 我们看见主启示他自己的三方面 一 他的地位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这是耶和华在旧约的宣告 塞414 46 482 表明他是始终不变的神 他是首先的 说明他是万有的根源 他是末后的 表明他也是万有的总结 二 他的生命又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表明他是有永生的 他虽曾为人的罪受死过 但现在已复活了 并且活到永永远远 是不会再死的 三 他的权柄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关于这一点 我们要更详细来看 死亡是对身体说的 阴间是对灵魂说的 人一死 灵魂便进入阴间 阴间原文为哈底 黑里斯 一级以下的世界 就是地球的中心 太十二四十 明十六三十至三十三 阴间分两部分 一是未得救者所到痛苦的地方 一是得救者所到安息的地方 路十六十九至三十一 但这是暂时的 永远的分别是在新天新地及火湖 要是是用以开门的 可见死亡和阴间是有门可以关锁的 太十六十九 图二二十四 要是在谁手里表明权柄属乎谁 这死亡和阴间的权柄 本是在撒旦手里 来二十四 但自从主游死里复活后 阴间与死亡就失其权势 并且这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也交在主手里了 哦 这是何等的得上 因此将来千年国度时 主就可以随意释放属他的人了 一章十九节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 和现在的事 并将来必成的事 都写出来 所以是继续上文说的 阴主已经得胜了 所以我们当写出来 这节经节 把本书的段落顶清楚地 排在我们面前 一看见的是过去 二现在的是三 快成的是将来 看见这次在原文是完全是 一集已经看见过 乃只记在第一章约翰所见的意象 现在的是一集 现在尚存的事就是第二 三章所记教会时代的事 将来必成的事是继续在教会时代之后 第四至十九章都是即将来的事 一章二十节 轮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启示录虽有顶多奥秘 然奥秘一经解释 就成为明显的启示了 灯台就是教会 是我们都得承认的 然而七星是指七使者 使者究竟是谁呢 有人说使者是指牧师或监督 如果这样的话 使者既还有所指 就教会要指什么呢 教会既然就是教会 不再有所指 就使者也应当就是使者了 还有一点 使者既是解释星的奥秘 如果使者还需我们解释的话 就岂不是以奥秘来解释奥秘了吗 我们知道主是不会如此的 那么使者就当作如何解释呢 最准确的答复是 使者就是使者 正如教会就是教会一样 使者就是使者 那么这使者究竟是那一种使者呢 按圣经看 使者有两种 天上的使者 太二三使 和人的使者 该一十三 在这里 使者绝不是指天上的使者 因为 一 天上的使者 虽有服侍教会的工作 却不能负教会的责任 二 天上的使者是属灵的 不能接受属物质的书信 三 这卷书是主及天上的使者小于约翰的 那有天上的使者及约翰写信给自己的事 四 主教是美拿的使者应至死中心 其二 如果是天上使者就他怎能配呢 这里的使者既不是天上的 那么就是人的使者了 圣经对此是有例子的 如临后八章二十三节和腓立比二章二十五节对于使者的地位 我们还应当注意一点 按使者是代表的意思 所以这使者是足以代表教会的 在教会中是负有重要责任 足以影响教会的人 这是使者对于教会方面的地位 对于主的方面 这些使者又是用心来代表的 心能发光 说出他们生命的光景 心又是在主手中 表明他们为主所用 有权柄之意